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海军司令唐华最近赴美参加海空暨太空研讨会 他表示台美军事训练交流永远不会说够 双边协同作战能力会与时俱进 海空暨太空研讨会 由美国民间组织美国海军协会主办 是美国年度盛大的海事博览会 每年都会吸引全球国防产业领袖和主要军事决策者参与 分享海事领域的动态 海军司令唐华与驻美军事代表团等人 除了出席开幕论坛 也到展场参观与厂商互动 对于此行是否有与美国军方高层互动不愿多谈 但在台美军事训练交流方面 唐花指出这种交流永远不会说够 而台美协同作战能力会随装备及人员的改变 与时俱进 这种交流我们永远不会说够 永远是需要继续的 因为时代在变 然后事情一直在变 那这种interoperability 它会随着时间 会随着装备 会随着人 各式各样的关系都在改变 那这种interoperability 当然是一直会在继续的 至于是否由于美方讨论因应中国解放军对台施压 唐花表示解放军有更大的格局 并非只针对台湾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当然涉及台湾该思考如何因应 我想解放军对台湾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对台湾 它可能不管是在东海在南海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它不是在门针对台湾的问题 我想他们有更大的格局 那当然会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唐花表示 这场年度研讨会上触及多项议题 包括人力 造建 需求及合作 是交换意见 寻求合作的极佳场合 台湾当前有许多造建计划 他此行重点是寻找合作的机会 并与国际接轨 装饰记者钟佑珍 石秀娟 华盛顿报导 中华职棒退役选手方长勇 2019年卸下球员身份后转战YouTube 四年来累计22万人订阅 最近以YouTuber的身份 到美国看邓凯威在大联盟的比赛 也分享转型的心情 台湾棒球好手邓凯威 近日成功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 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台湾媒体热烈报导之余 自媒体网红们也纷纷现身 在看台上 退役的中华职棒统一师外野手 自称豹子腿的方长勇 以YouTuber的身份记录重要的一刻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频道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嘛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突破舒适圈 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面对镜头的说话嘛 这个是一开始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各行各业都一样 就努力的去不断的去尝试去做突破 如今方长勇坦然面对镜头 身边的妻子担任摄影师 34岁的方长勇 自2019年卸下职棒球员身份之后 转战经营YouTube频道 频道内容大多跟棒球有关 除了追踪旅美球员状况之外 更以退役球员的角度 到美国拜访训练机构 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球员 方长勇表示几次的赴美经验 让他对美国教练的沟通方式印象深刻 就算他知道你哪里做的不好 但是他还是先鼓励你 那让你知道说 这个其实这样做会是更好 对很少在这里很少听到教练说 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而且这里的教练可以非常的 有非常高的容错率 可以让你去犯错 那从犯错中去做学习 而不是一次就否定掉你的努力 方长勇的YouTube频道 在短短四年累积22万订阅 甚至比前旅美名将郭洪志14万还高 尽管方长勇已经退役 仍透过影片的呈现方式持续进修 与粉丝分享自己对棒球的热爱 中央社记者林鸿汉圣地牙哥报导 泰国曼谷北部的华府里猴子和人和平相处出了名 过去是观光热点 但自从疫情爆发至今观光客大减 猴群数量不仅暴增 还因为食物来源变少出现攻击性 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泰国警察首持弹弓 在泰国华府里巡逻 防止蜜猴闹事 超过3500只猴子占领了华府里的街道 数量不断增加的猴子 对曾经充满活力的华府里 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地人生活大受影响 华府里过去是热门的观光景点 也以众多与市民共存的猴子而闻名 在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 华府里人与猴子和谐相处 游客们会喂食猕猴并与他们合影 但疫情来袭 旅游业停摆 导致猴子挨饿并寻找替代的食物来源 原本亲人的猴子也逐渐展现攻击性 如今华府里的街道被猴子们占领 不时会从屋顶伏击 甚至抢劫过往的车辆 当地著名的历史古迹三峰塔 也被列为禁区 古迹对面地区的商店几乎全部清空 住家也都紧闭门窗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泰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启动了一项绝育计划 以遏制猴子数量的快速增长 庄社综合报道 再来是可爱动物 中国甘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日前拍到土拨鼠打架 战况激烈 动作却超逗趣 引发网友讨论 另外人要检检动物也要体检 美国华盛顿州一家动物园 最近为北极熊做年度检检 所有兽医总动员 确定北极熊头好壮壮 北极熊麻醉后乖乖躺着 让专家进行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 这是美国华盛顿州一家动物园 所有兽医都动起来 仔细为北极熊拉尔基检查身体 拉尔基历经一个小时的检查后 兽医说健康状况良好 由于平常很难把北极熊这样带进来 所以顺道把拉尔基从头到脚清洁一番 感觉就像是为他做了场死罢护理 再来镜头 来到中国甘肃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上演一场土拨鼠擂台赛 到底是在互扯头发 还是抱得难分难舍 到底是在激烈打斗 还是在跳探狗 据说这是雄性土拨鼠之间的竞争 打架归打架 但土拨鼠是群居动物 当危险出现时 还是会很有向心力 向同胞发出紧急讯号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